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目前并没有证据表明人类食用禽肉或者禽蛋会感染禽流感病毒 食用经过适宜处理或者是烹调熟制的禽肉与禽蛋是安全的 那么专家组的这个表态毫无疑问是增强了人们抗击禽流感病毒的信心 但是呢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是持续一个多月的疫情 已经对家庭养殖业带来了近乎灭顶之灾 在江苏我们的记者就拍下了一些让人揪心的画面 一起来看一下 5月7号在位于江苏省泰昌市的广州温室食品集团江苏分公司的一家肉种机的车间外面 记者见到了他们正在处理一批还没有发育到成熟期的肿蛋 记者在现场看到 有些鸡苗已经基本孵化成型 在垃圾箱内挣扎扭动 工人要用铁锹逐一将蛋壳敲碎 以免被别人拿走食用 这些鲜活的生命就是企业的产品 每处理一批 检访会的心理都会非常难受 孵化了 拉出来的 按正常它是21天 那现在为了检查 我们十多天就 就把它拉出来了 减少生死啊 减少偷苗啊 实际上里面就是小生命 敲出来就有鸡蛋的了 就是有鸡苗的了 这些鸡苗最终结果就是无害怕处理了 也就是作为是打包啊 做那个送到那个垃圾池了 你看它活的 你看 头脚都活的 这种鸡呢 按正常的时候 我们是比较高档的鸡 能养到120天 一只鸡 那养大的时候 它可以达到2728块钱一只鸡 你看都是活生生的 还动了 你看 它脚都动了 你看脚都动了 而让检访会更加难受的是 自从三月底出现H7N9流感疫情以来 他们每天都要处理大批这样的孵化弹 大概就是有八万多 每天要处理八万多只即将孵化出的肿蛋 检访辉形容说 这简直就是在挖自己的心头肉 为了减少损失 他现在被迫将本应该用于孵化肉鸡鸡苗的鸡蛋 直接当作食用鸡蛋销售 本身就可以孵化了鸡蛋 本来可以进股化厂的 就是马上可以孵化小鸡的 正常的鸡蛋可以孵化小鸡的 那因为是这个行情 我只能把它先忍痛鸡爱 把它作为鲜蛋处理了 目前的价格是非常是低 非常是低 这些败到 标准的总蛋 标准的总蛋 就是减产把它作为是鲜蛋处理了 这能价格也是一块多钱 一块多钱 一斤 那像这一下有多少呢 这是一斤 这是 我们一般上就是一个蛋 就是十个蛋就一斤 十个蛋一斤 十个蛋一斤左右 现在卖到一毛钱左右 即使是将总鸡蛋当作食用蛋来销售 尽量弥补一点损失 企业的亏损仍然是行业外的人士无法想象的 就是我们自己作为是 作为右肌的成本 一块一 那一般上我们就不是卖 不卖市场的 都是扶小鸡的嘛 那就是这一个蛋你要 省事一块钱 就这么一个蛋 一个蛋省事一块钱 广东温室食品集团江苏分公司 是江苏省最大的一体化肉鸡公司 目前公司整个的生产情况基本上处于瘫痪的状态 为了进一步减少损失 检计讯会不得不更一步从产业的上游总鸡止损上做文章 经过严格的消毒 我们进到了企业的父母带总鸡喂养鸡舍 不过这里的鸡舍却是空空荡荡 这平时已经是按照正常是68周 68周才哪个 它一般上产40株 20 27 26 27就开始开产了 产40株 这株的实际上已经是30 产了30株左右已经是淘汰了 提前4株了 检讯会透露 他们现在是提前两个月 将这些处于产蛋期的父母带种鸡 当做肉鸡处理掉 按照鸡一次鸡这样的损失 一次鸡简直我们大概就是 30开亿一次鸡左右 30开亿 就30万 就这只鸡就按照鸡来算30万 这个鸡棚按道理来说 可以饲养1万只的种鸡 而如今见到的却只是空空如也的鸡笼 一个鸡棚的直接经济损失是30万元 那么他们又处理了多少鸡棚呢 我现在可能就大概承认最多是60% 就是这6栋 淘汰了 这6栋基本上就暂时不进闲了 就是这9栋你还是要坚持的 那是这个 要坚持多久呢 因为我不坚持不行 因为我有养父 我不能抛弃我们的合作这个部分 也不用到时你恢复也恢复不了 由于公司采取的是公司加农户的运作模式 尽管疫情发生以来 有一部分养殖户放弃生产 但企业还必须要保证 对这部分以外其他养殖户供给鸡苗 这就要求企业保证制造60%的父母带种鸡的养殖 而随着养殖户逐步减少 这些本来是财富的种鸡 如今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包袱 那相当就是2728块钱一只鸡的 那现在目前假设不好价了 两块钱给屠宰场了 一斤两块 那相当就是五块钱 五到六块钱 那实在省食 按照这种品种来说 它一只鸡至少省食20到22块 这不是用正常活鸡是消除来说 假设给那个屠宰场 那正常这样就相当是省食了22 广东温室食品集团 是全国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拥有五个国家级促勤品种 温室品牌 评为中国畜牧业最具影响力品牌 而如今 仅江苏分公司 四月份共销回种蛋 235万只鸡苗 260万余 人道毁灭存栏肉鸡 173万余 提前淘汰种鸡28万套 我们生产出来的产品 销售不出去 已经活鸡市场干壁了 我们就本来这个是鲜活的一个产品 油脂机 它是以通过活鸡的形式消费出去的 目前就把活鸡市场干壁了 我们只能是以屠宰 那这屠宰的价钱低 非常之低 一个四月份 我们可以了1.1个亿 大概是平均一天300万的一个亏程 应该这次的一种事件 对我们的行业打击是非常大的 甚至有些可能就是毁灭性 非常重重的打击 行里有句话叫 种鸡一茬不卖种 肉鸡三年不翻身 被迫将父母带种鸡处理掉40% 对于广东温氏集团江苏分公司来说 这意味着自己折断了自己的翅膀 那么根据农业部门发布的数据 H7N9禽流感对家禽养殖业造成的损失 已经超过了350亿元 类似广东温氏集团江苏分公司这样的状况 绝对不仅仅是这一家 在位于江苏徐州的联农公司 总经理石卫东告诉记者 他们现在每天都要忍痛将这些鸡苗闷死 联农公司是江苏省弹种鸡 唯一一家主带弹种鸡育苗场 担负着为江苏省乃至整个华北地区 提供弹除鸡任务 与远在泰仓的检访会一样 使魏东当下考虑的就是如何减少损失 我们忍了得有上百万之几了吧 关冷掉的对 关冷掉的 前期我们忍得多 为什么呢 就在4月10号 3号报新的案以来 到10号他们就恐慌了 那我们的养几货 就非养几货退货 他不要就退 不是 我现在不要 别说我给你对了 你知道 我今天来接 我不提了 你过上后再退 我们这个活的东西不可能退啊 最后呢 你就只有的 那只有我们找出新事 那你不能叫老百姓找出新事 让石卫东感到难受的是 这些鸡苗对企业来说 就意味着经济效益 可眼下 这些明明没有任何问题的鸡苗 却要被活活的闷死 它要是油冻了以后 那我们还把它 把它延埋掉了 或者把它处置掉了以后 那这个还行得好过一点 现在是好几 应该拿出去采用力 哎呀 那个哈 怎么都这么损紧 都缠着跟铺鸡蛋一样 同样 原本作为孵化蛋鸡的鸡蛋 如今 只是被当作食用蛋 在被销售 这个蛋现在我们的 我们的成本价里在八毛钱 八毛钱 卖赏瓶蛋 是卖赏毛多少钱 现在 三毛钱 还卖不出去是吧 对对卖不出去 现在现在呢 为什么呢 现在这个浑黄性呢 群众我们的小费者 吃鸡蛋也少了 吃鸡蛋也少了 那你走家家买 现在这个气温 只能保存一个一轴到十天 你保存不了它 在孵化车间 史卫东告诉记者 现在只有20%的孵化器在工作 其他的孵化器 基本上已经闲置一个月的时间了 这台车间几乎就没有了 就在四月的下旬 二号以后 一直就没有付货 对一直就没有付货 就全部听到了 失去的有半个多月吧 记者在企业内看到 联农公司现在基本上处于全面停滞状态 已经看不到工作人员的身影 而记者在这家企业 总机的机棚内看到 这里也是空空如也 这是铲弹箱 这里是铲弹箱 它本身是铲弹的 铲总弹的 这是铲弹的一万五千之计 一万五千之计 我们应该是正常处理 应该是500到510天 现在我们不到400天就处理掉 全部处理掉 这样一只总机要亏掉30块钱 那就说这种移动机设 轻本都要亏掉50万 再加上我们如果不早提前处理的话 我们再加上利运的话 就将近上百万 这一栋机设 因为无法判断 以后的铲弹箱疫情发展趋势 史卫东直接提前处理掉了 60%的父母带总机 对史卫东来说 总机就是企业的根本 如果不是走投无路 史卫东是不可能忍心处理掉 这些总机的 我们有一句俗话 说饿死爹娘不能吃种粮 我这就是种 等到过了这个铲弹箱以后 要恢复生产的以后 我没有种了以后 那我这个铲弹箱哪来 现在我们全力以赴保总机 保主带机 主要保主带 保父母带 现在我在刚才我们看的这个生产周期的 那么正在是正在我们的皇亲生产机机 我一般不处理我就不处理 而且呢我这个当就是把总机产的蛋 不当总蛋用 当上面蛋用 我一天呢 对啊 我亏损面呢 降低一部分 市场的急剧萎缩 产业链条的亏损 使得这家企业在近期遭受了巨额的损失 一天二十万吧 十天两万 六百万 六百万 这是可以说这里边是直接损失 如果再加我们的环节的利益 那就说这个加起来以后 我们要损失的就算千万 算千万 这个损失 作为我们现在这个规模企业 现在压力也非常大 总机当成了肉机卖 总蛋当成了普通蛋来销售 但是即使是这样 还是卖不出去 这在以前根本就难以想象的事情 如今已经变成了一个冰冷的现实 那么为了扶持加勤业呢 江苏省在四月底就决定 对强制扑杀的勤卫 每支要补助十块钱 对现有七十万套组带总勤 每套补贴50元 那么这些补贴措施是否有效呢 广告之后继续来收看我们的调查 好 欢迎回来 在潜流感阴影笼罩之下的家庭养殖业 眼下遭遇着前所未有的危机 大量的父母带 甚至是祖代的种机被淘汰了 继续发展下去 就有可能对整个行业造成毁灭性打击 而眼下的这场危机 似乎仍然在发酵之中 记者在江苏省农委畜牧兽医局了解到 江苏省是家禽生产和消费大省 家禽业的产值 占全省畜牧业产值的46% 在当前持续低迷的行情下 大多数养殖户停止补兰 种禽苗禽严重滞销 总机的价格下降60%以上 商品肉苗机价格下降90%以上 仍然无人购买 大部分的肿蛋停止孵化 损失还在扩大 在整个这个华东地区 我们是家庭的主三省 主要省份 所以这次损失之大 这个也是亲属未有的 据我们初步的估算 从4月以来 那么总各损失达到33个亿 33个亿 实际上就是 接近每天有一个亿的经济损失 所以这个也是非常大 在这33亿的损失中 让孙宏敬最为担心的是 总勤业受到的巨大冲击 大概这个 总勤的损失在3亿多 那在我们的整个损失的10%左右 但是它这是积极损失 不是说是当期的所谓的损失 但是后续的 都持续产生的损失 那就是非常的不利 为什么呢 因为你没有总勤 你经济和恢复生产 你没有基础 所以说那个损失 就是说就非常大 由于H790禽流感事件的冲击 整个江苏省养勤行业 特别是总勤产业损失惨重 导致全部相关企业 陷于极度困难的被动局面 在4月中旬 江苏省相关部门根据规定 进一步强化H790禽流感防控工作 严禁活禽 由人感染H790禽流感疫情发生地区 向非疫情地调运 暂停活禽出省检疫工作 在采访中 交易市场的尽早开放 成为业内人士普遍的共识 不愿意来交易 因为江苏地区 我们有很多的是 这个互情交易的 有一部分是加工产品 那么这两个原因 就会导致我们的产品消不出去 亚难易严重 它还不是一个物体 一个固定的物体 死的物体 我刚才不要吃不要喝 我就人家工作放假了以后 但是它还要吃 所以它还出不出去 我最希望就是市场的静态开放 这样我们能够把我们整个销售 这个繁节打通 我们就产业链成活 是吧 你生产出来 没地方销售 那这种结果就是堵住了 要堵住了 那就肯定造成个损失的 对疫情给行业带来的影响 记者接触到的企业 都表示已能接受 让他们接受不了的是 消费者弹琴色变 远离琴内 不吃琴肉 这对琴业的影响和打击 是致命的 整个过程的损失 我认为这个疾病的损失 应该不大 反过来就是刚才讲的 这所谓的这些不 不当的行为 就造成我们的一些消费心理的恐慌 对这个行业的影响是最大的 怎样恢复这个消费心理 这个是目前我们是 最难忍的 禽流感疫情发生后 江苏省各级政府部门高度重视 在切实加强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 及时做好稳定家禽业的发展工作 在这其中 种基业又成为重中之重 而对这些企业来说 这些只能是杯水车薪 中国训物业协会副秘书长 龚贵方告诉记者 目前中国家庭业 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 4月份开始到现在 我们全国这个损失 可以说是非常大 现在接近400个亿了 我们现在每天是 我们的产值是18个亿 各个环节都是停滞了 说我们这个损失 每天的损失量 将近是百分之 赚百分之五十五成个损失数 所以我们算一下是 将近每天就损失 将近是一 龚贵方说 以父母贷 白鱼肉鸡苗来说 成本价18元一套 现在只能卖到5元钱 商品贷 白鱼肉鸡苗成本在 每只2.5元 现在只能卖到0.2元 更大的危机在于 由于陆路航空运输受阻 活勤和鸡苗无法流通 种勤企业处于绝境 不得不提前淘汰种勤和种苗 使产业链几乎断裂 国家农业部 畜牧业司副司长 王宗李告诉记者 这400亿 还只是养殖环节的损失 这次人在H7N9 请留下病例以来 因为说对我们的家企业的生产 应该是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那么应该是对于情业来说 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 那么这目前养殖环节 是损失400亿 那么其他的消费下降 人性恐慌的损失 这个还无法统计 但是目前来说 开始有点稳定 王总理透露5月8号 国务院召开常务工作会议 明确实施稳定发展家庭业的措施 保护种勤生产能力 国家农业部迅速制定了具体举措 一个是对仅检验合格的 种机的种苗 允许进行调用 就是把那个禁止这个调用 搞开 因为冲击的现在正是补兰的一个 大好时期 如果过了这个季节 那么一个种机 从不到了时候 就破坏我们的生产力 这是一块 第二块呢 对我们的子袋机以上的 种机场 国家为了保护我们的 基本生产能力 给予补兼 使我们的种机 有具有能够回复生产的能力 这是第二条 第三条呢 对大型企业 进行短期的 流动资金贷款的切息 是就是增加 包括对加工企业 还有收出企业 进行贷款训习 那么使他们的资金链 能够流通 防止资金链的锻炼 那么对缓解养职业的空间 也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王总米说 对阻袋机 每支补贴50元 由中央财政承担 昨天已经开始落实发放 对于种琴 在检验合格后 放开禁运 也将于今天正式实施 因为我们的这个加企业的生产 品种是我们的一个根本 如果我们通过 这次请流感 如果把阻袋机进行封锁 那么就是 如果再延续一段时间 那么我们的整个总机 企业就全部垮了 垮了以后就没有总机了 要从国外进 你得通过三四个月 回来以后还得养 再产肿蛋 再孵化 这样就是一年以后 才能够出来 第一批的肉鸡跟蛋鸡 所以这个时间就很长了 那如果这一次再不放开 那么到明年的上半年 鸡肉鸡蛋就会非常短缺 价格就会上了 所以为了保证 设程的以后的 后续生产能力 所以我才下很大的功夫 不管在直接再几年 要保证我们的 种机企业的生产能力 要存在 我们知道 中国的家庭养殖业 是一片宏大的版图 数据显示 年屠宰加工量超过了100亿只 设计养殖户超过3000万 而眼下这一场看不见的天灾 正在将这个行业拖向谷底 基础不牢 地动山摇 种机大量的毁灭 就很可能会导致一段时间之后 供应短缺 价格会强烈的反弹 那么最终受影响的 还是我们每一个人 突然爆发的这次H7N9疫情 是将家庭业拽到了一个公共卫生事件里面 让从业者猝不及防 让产业链遭遇冲击 更让未来的市场供应充满了变数 那么面对这个困局 除了相关部门要及时的防控 透明信息 消除疑虑之外 作为参与其中的你我 我们每一个人 是否也应该存有一份理智 更加科学地面对禽流感 与禽类产品消费之间的关系 毕竟这个公共卫生事件 带来的影响 关系到经济运行的全局 最终也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 好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 明天的经济半小时 将会继续来关注 其流感阴影笼罩之下的 佳琴养殖业 接下来请您继续关注 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的 其他节目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